Eulie 你討論齁 小心 你可能沒有跟我想? 我都在不及錄圍嗎? 大家熱情 熱情 好 好 真的很多招耶 好 大家可以持續的把這條 這條浪出來 OK 好 你看就是這樣你看 剛才這麼 現在很溫亂現在很累這樣 好 好 我覺得很有趣因為他是一個很用心的 的講述 你也跟我說一下 你會在那邊跳來跳去跟我講一下嗎對不對 好 你可以嗎 你滿喘的 那你需要喘一下嗎 需要嗎 可以直接 可以 你要看一下嗎 你拿近一點好了 好 對 好 在開始之前呢 我想要先請大家能不能借我 欸你們可以做紀念的沒關係 已經沒有人要出路了 我想要先請大家可不可以借我的右手 放在你們心上 問問自己 Have you somehow today 你今天微笑了嗎 不管有或沒有的 我就希望你們可以有一個大大的微笑 謝謝你們 因為我得到了很大很大的力量 好 我是誰 Alloween 好 我是Alloween 那這個是我想的時候 當你看得出來就是 就臉還是一樣 然後就是身高長高一點點而已 那我在執行微笑計畫的過程當中 我會很不要臉的給自己取了一個叫做 Smile Capture的名字 就是一個擅長堵桌微笑的人 然後我是土生土長的土生人 我現在在土斯利亞咖啡座新增快機的當作 那我是一個好奇心無敵旺盛的人 這個上面是我其中密傳幾個興趣 我喜歡溜滑板 喜歡聽EDM編音 喜歡幫別人拍照 那我最近新的興趣呢 就是天天與上帝對話 我相信大家應該小的時候都有 就是夢想過長大要成為什麼 或者是被詢問過說你的夢想是什麼 那我自己本身 我又對考古學有出去 所以我想過要當考古學家 那我曾經也跟朋友組過樂團 所以我也夢想過想要站上海洋音樂器的舞台 我喜歡設計 所以我也夢想過要當室內設計師 但是我從來都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得到憂鬱症 在2016年的4月 我因為工作上長期累積的負面情緒 然後跟壓抑之下 沒有得到適當的書法 那在那一瞬間 我的世界就突然崩潰了 大家可以看到 右邊這張浮片 他是一位攝影師 叫做Cathy Jory Coffler 那他其實有創作的一系列就是 他本身有憂鬱症 他創作的一系列就是 有關於憂鬱症情境之下的一些照片 然後跟一些文字 那這段文字其實在那時候 我看到的時候都有感觸很深 因為那個就是我當下的心情寫照 那我那時候有用拍一個相機拍下我當時候的一個狀況 那可以看到左邊這張照片 躺在我身上的那隻是我的貓貓 叫做Felice 那Felice他其實是西班牙文的快樂 我當初其實會想要取這個名字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希望他可以快樂的過每天 但是在那個時候 我其實不知道要如何讓自己快樂起來 在那段時間內 我其實一直處於在一個不斷自我懷疑 開始失眠 然後好不容易睡著了 一瞬間醒過來的時候又莫名的情緒不愧 我那時候不知道我自己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在那個時候 我其實也問自己說 我要這樣子一直下去嗎 那其實在那個時候 我其實對我而言 我醒著的每一分每一秒 對我來說都是一種煎 那在那一瞬間 我也有人想要自殺的念頭 但是我話就問自己說 我要如何救自己 所以在五月份的時候 我就決定把我自己放生到歐洲學里去 在那個時候 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一個短短的里程 我終於有了空間跟時間跟自己對話 那時候在一個河堤篇 我看完了作品老師的這本書 那中間有一段他說 沒有人可以改變你 除非你願意改變你自己 真誠坦白的面對自己 自己的命運自己創造 然後我那時候就要問說 我的未來應該怎麼辦 那我是一個喜歡幫別人拍照的人 所以那時候我就拿起我的手機 我就開始看我這FB 裡面創作的照片 我那時候發現說 當我可以捕捉到朋友彈笑間 那一瞬間最自然的笑容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為我的內心注入一股暖流的 而且它是可以帶給我力量的 那在那個時候呢 我也去嘗試了高空跳傘 大家不用懷疑跳傘的照片都會長這樣 都會冒汗 但是呢 我非常鼓勵 因為我說你現在對你的人生感到 絕望或失望的話 可以去試看看跳傘 就是當你著陸的那一剎那 你的心境上會有非常非常大的轉變 當然前提是要著陸 那沒有著陸 我是不知道會怎麼樣 我希望不要這種事情發生 對 那後來回台灣之後 我其實會習慣到 公司附近的一間喜巴克去吃早餐 那那時候 其實就是去久了 那邊的夥伴也會記得說 欸 我喜歡吃什麼 我喜歡喝什麼 所以他們也會在就是我的被子上面 寫下一些東南話語 那那時候其實 讓我重新感受到的就是 人與人之間的 人與人之間的溫度 在那段時間我其實都會帶走 我拍一個相機出門 那有一天我就鼓起勇氣 開口問他們說 欸你們可不可以讓我拍張照 因為我真的覺得你們很熱情 那他們也很爽快答應了 那時候我沒有把照片給我提 我就簡單的剪上了幾個文字 我就分享給他們 那這一次其實是我第一次跨出了我的舒適圈 去跟陌生人交談 而在那個當下我也突然間發現 原來微笑是可以被分享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請我新發課三名門市的所有夥伴 一同參與的這個企劃 那在執行計畫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 我以為 我開始慢慢好轉了 沒有想到在去年年底 12月份的時候 我們猶豫症瘦賽斯的腹發 那原因一樣 因為工作上的關係 那這一次所伴隨的來 其實是有更多憤怒的情緒 那因為我畫耳包主持雅工作 我現在工作的身邊 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在那個時候 他們其實要承受我情緒上非常非常多的壓力 那時候其實微笑計畫有大概 大概四個月的時間 有更新的任何照片 是呈現停滯的狀態 那那時候我一個朋友就跟我說 他說溫溫 你要試著接受你的負面情緒 因為那也是你的一部分 你越是抵抗 越是抗拒 那情緒的反彈就會越加的激烈 我那時候其實沒有明白這句話的意義是什麼 我還是困在我的黑暗世界裡面 那時候我也開始察覺說 欸 我的朋友好像已經不知道說 該怎麼跟這樣的我相處了 我後來就開始 找我的朋友們一個一個開啟一段對話以及溝通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 那如果你不說出來 其實你永遠都不會知道說對方在想什麼 心裡面真正的感受又是什麼 然後對於我覺得對於憂鬱症來說 在那段時間內其實我也上網搜尋了非常多 關於憂鬱症相關的資料 我看TED的演講 然後看一些紀錄片 還有一些書籍 以及一直到後來我去參與了正念認知的團體治療 我發現其實好像現在很多數的資訊都在告訴我們說 當你有憂鬱症的時候 你應該要如何走出來 但是沒有太多的資訊在告訴我們 當你發現你身邊的朋友需要幫助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它是最適當的 那其實就我自己個人的經歷來看 我覺得很簡單的兩件事 就是聆聽與陪伴 用心聆聽 用實際的行動去陪伴他們 如果可以的話 張開你的雙倍去抱抱他們 因為擁抱也是可以帶來很大很大的力量的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就是去外面看過展覽的 我的經驗吧 還是在場人有沒有看過 好啊都有 在今年6月份的時候 我去看了這位插畫家的展 那那時候我其實在他的作品上看見了 文章計畫裡面曾經出現過的話語 就是You smile I smile 我拍攝過了兩個人裡面 我拍攝過了裡面 最後兩個人寫過這樣的文句話 那那時候我在看這個展覽的時候 其實對我產生了非常大的共鳴 我那時候就在思考說 微笑計畫的方向在哪裡 我又重新開始問自己 我的初衷在哪裡 我當初開啟微笑計畫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就是劉武森 那 Keep smiling and live what you love 一直以來都是微笑計畫的中心裡面 但是這一次其實我知道 我一直以來都不是孤單的 但是我以前我總是會習慣自己一個人 只是去處理所有的事情 但是在這一次的展覽當中 我決定將我的朋友帶進我的計畫裡面 因為我知道我一個朋友他平常就在寫 就是手寫字的圖稿 所以我就請他幫我設計了這一次展覽的主視覺 那我也知道我一個朋友 他平常就在寫文章 在跟他分享完就是我內心深處的一面之後 我知道他有能力可以賦予我的故事跟有生命力 所以大家其實在FD現在的字體文章上 就看到的那一篇文章 就是在我跟我同學的文章之後 他幫我寫出來 再來我想要分享的是 我笑計畫在教育這邊 開始產生了一個神展開的過程 開始回流了 因為俊良現在是我們主持雅的人資 在我跟他分享完我的計畫之後 他建議我來參加焦點創營屋的聚會 在那個聚會上面我認識了賈珍 那賈珍在那時候也同時 將這個計畫分享給他的兩位朋友 這個時候這兩位朋友同時間 在這個計畫裡面看到了我們的共同老友 但你看到右邊就是 嘿嘿嘿嘿嘿嘿嘿 這樣的都是其實都是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他們都辦理了非常重要關鍵的角色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我在紀念年中開始回到教會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段的紀錄 就是你必將在聖地的道路置一末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為什麼你這句話對我來說這麼的重要 在一次後來嘉珍的邀請之下 我去參與了一個教會的聚會 那在那一次的聚會當中 其中的姐妹她就說到了一段 她說她在分享她的生命歷程 但是她那時候有說到兩段她說 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上帝會給你一塊福樂 當你宰福宰塵在海面上的時候 你會看到她了一定要緊緊的抓住她 你才不至於未成家訓 右邊這段文章就是當時 我NV正準備要發表的一篇自理文 大家可以看到中間 有一段話寫到說 本U是我的福樂 他是我的一塊希望 那時候我聽到那段話的時候 其實對我來說的衝擊力其實是非常大的 因為我感受到了上帝在重新對我說話 那我覺得其實我們都應該要建立起 我們自己的一個資源系統 他可以是家人 是朋友 是同事 是另外一半 又或者是一個信仰 現在這個信仰對我來說 其實是我的心中的一塊盤石 那這個就是我的其中一個資源 我自己很喜歡這張照片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我成功的捕捉到了 當下的那個氛圍 我相信要從2016年的6月開始到現在 其實已經捕捉了超過了150位的回校 那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我自己也不斷的在摸索 但是我發現其實有很多的事情 都是因為我們彼此之間 因為不理解而產生了誤解的高情 我覺得那個是需要被突破的 因為我現在的社會 對於精神疾病 或者是統治這個議題 其實一直都有一個標籤在 那對我而言我會希望說 利用這樣子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去帶領大家 去更加的認識就是背後 那不同的故事跟原因 因為那不理解的高牆 它是需要一直不斷被突破的 然後就是在現在的過程當中 我其實還是一個 我是一個處於就是 康復階段的路程 那為什麼我一開始 我也想要問大家這個問題 我覺得很多時候其實 當我在執行微笑計劃過程中 我搜寫了很多微笑 但是我發現 我有的時候我會常常跟自己說 我是不是忘記對我自己微笑了 所以Have you smile today 是我每天都會問自己的一句話 我們都需要給鏡子裡面的自己 一個大大的微笑 用期待以及感恩的心去迎接每一天 或許會有不一樣的收穫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 這是我今天早上 也在對我自己說的一句話 就是你